最近 巴基斯坦把瓜达尔深水港的管理权交给了中国 虽然两国声称这纯粹是一个商业合作项目 但是批评人士和金融分析家对这个偏远港口的经济可行性表示怀疑 他们认为这个港口会被中共用于建设军事基地 2月18号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宣布 瓜达尔港的运营权正式移交给中国企业 合约已从新加坡国际港务局移交给中共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瓜达尔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全世界大约有20%的石油运输从这个海峡进出 可是 这个偏远港口2005年建成投入使用后 2007年交给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负责管理经营以来 瓜达尔港基本上都处于闲置状态 如今 瓜达尔港的运营权交给了中共 巴基斯坦许多人士批评 如果这些道路和铁路得以东屋修建的话 光建筑连接到港口的道路和铁路 就需要耗费好几年的时间 他们质疑 跟中共合作能否带来经济上的好处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谢田表示 虽然是港口 但新加坡集团运营这么多年没有盈利 在经济上的利益显然是有限的 但实际上它前面林海后面 就是没有直接跟工业区域或商业区域的区域 有太多的联系 并且作为内地一个通道 想要通向内地的话 或者甚至通向中国的西藏那边的话 基础设施都没有 而从商业和经济角度来说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 据报道 中共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签订合作后 在兴建港口的第一笔费用2.5亿美元当中 中方将提供75%的资金 中共为什么选择投资瓜达尔港 谢田认为 中共显然是从政治或军事的角度来考虑接受 这首先它就根本不是一个经济上的投资 因为你从经济上的投资 不要看投资回报率 而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商业价值 所以它不是个军事的投资 更像一个就是中共为它的军事扩张 或者在中亚地区施加影响 来做的一种正常的投资 谢田表示 这个投资在战略上讲也是失败的 因为中国想在国际上施加影响力 从远洋考虑可能还达不到那么远 而从经济上来讲更是个大的败笔 谢田说 经济上赚不回来的钱 最后都是由中国百姓来买单付出代价 大陆企业观察人士何君乔表示 中共可能为了政治目的不惜血本 也可能为了某项经济活动而不计代价 但是这就是非民主的政府才会做的事情 也是让人民疑虑的地方 因为一个不民主的国家 它很多事情都是按下操作 它的政治制度不透明 那么它的军事能力也是不透明 那么从人类历史来看 民主国家之前发生战争 还没有出现过 这样一个非民主国家 大家对它这样一个海外 这样一个港口的建设 保持有相当的疑虑 也是正常的 中共获得瓜达尔港运营权 受到美国 俄罗斯和波斯湾国家的关注 在印度有人怀疑中共的海军会使用这个港口 中国跟印度在那些边境上对立 它实际上是积极扶持巴基斯坦 中国现在在这里插一插一脚 一定会引起印度的强烈警惕 事实上美国也好西方也会继续观察 中国在那战略意图是什么 不过巴基斯坦前外交官及独立分析人士表示 把管理权交给中共 也许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经济利益 他们认为 这纯粹是一个浩大喜功的项目 是他们一直想试图摆脱的 感谢观看